位于马来西亚的沙发 一片约为2000英亩的土地 预计利用8年的时间 将近150亿美元 来亲力达到这个史诗级的国际庄园 而我们的这个庄园呢 汇聚了亚洲、澳洲、欧洲、美洲、非洲的风土人情 当中包括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世界地标 历史遗迹 还有这个名声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啊 可以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日子里 我和东尼呢 我们两个人也是一起 跟大家相聚在我们如此富丽堂皇的会堂 跟大家一起来见证 来学习 来了解我们的天下之窗 那么接下来呢 也非常荣幸啊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出席我们国际的周围嘉宾 首先是第一位贵宾好不好 那第一位贵宾呢 是来自于天下之窗项目说明的项目执行董事 2014年收工拿督司礼 电荷电子荣誉本科 创办了四年的电子公司 同时呢运营了十年 同时呢也是参加了我们的国家政府合作的城市发展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拿督斯礼王玄旋 欢迎我们的王总 欢迎 董总理好 各位兄弟们大家下午好 好 我们又见面了是不是 是 上一次谁去香港了 看到我啊 看到什么 那香港过后呢 其实公司的人都不停的马不停蹄的在做事 各位 今天 没有很多好消息 我跟各位公布 好 那各位准备了没有啊 好嘛 哈哈 准备好了 接受新的信息没有啊 没有啊 啊 这样差不多嘛 好像 没有人要睡觉吧 刚刚问 没人回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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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